比賽對決 遇見素敵 格外眼紅 不小心引然打火線 血氣風乾的年輕人 就容易大打出手 新北市一所高職 舉辦校級杯排球賽 沒想到關亞軍賽分出勝負 冠軍隊球員卻被送進醫院 但是名高知生來到急診室 想要探視同學 沒想要卻在急診室外 欄杆等候的時候 卻突然有四五名的惡煞 趁著西瓜刀朝他衝過來 地上血跡斑斑 醫院清潔員連忙清洗 高知生竟然在急診室 動刀砍人 還原衝突原因 雙方隊伍比賽前叫陣嗆瞎 高姓學生聲稱只會贏 不會輸 沒想到比賽結果卻是落敗 冠軍的陳姓學生 反向同一句話回去 高姓學生惱羞成怒 賽後找來二十多人 將他打成重傷 送進急診室急救 林姓學生二十四到深夜 去醫院探視 卻碰到一群人嗆瞎 是誰要幫他討戰出來 林姓學生不甘失落 頭部反背砍了一刀 據我們所了解目前 是他們學校裡面 校技的排球賽的冠亞軍賽 大家互相輸贏 大家互相輸贏所引起的糾紛 林姓學生頭部有五公分刀傷 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但擔心再被攻擊 趕緊轉院治療 學生比賽真的是榮譽感 現在卻為了勝負 在急診室施暴 反讓單純校園比賽 留下茵茵 記者孫培俊周觀展 新北系報導 明天天天天天天天地